看到鲁米安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震惊和错愕,本堂神府纪姚姆,贝内满意地直起身体,对彭斯,贝内道,好好看住他。 说完,本堂神府走向了祭坛位置,随着他远去,周围的村民们仿佛活了过来,三五成群地讨论起不同的话题星座快改变了。 我们的好运要来临了,用不了多久,我们都会发财。 到时候,我每天喝一瓶酒,每顿吃一斤肉,我要找个漂亮的女人,我要去看戏剧表演。 鲁米安脑海翁隆隆地乱成了一片,根本没注意祭姚姆贝内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 本堂神府刚才那句话就像往平静的湖面丢了一块巨石,激起了一重又一重波浪。 怎么可能? 上上次循环里,他还因为不了解我的特殊,被我反杀那个时候,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究竟有什么特殊,他不知道也很正常。 有了那次战斗,后面这两次循环,他就没再和我发生过冲突,直到奥罗尔的异常表现了出来。 可他之前完全不像是知道循环的样子啊,被我带人撞破偷情场面时的怒骂,被丽雅潜入教堂直接打晕时的弱小,被奥罗尔用白纸偷看时的狂怒都不像是假的。 如果这些都是他表演出来的,那他的隐忍简直可怕到了极点。 而且,他还知道普阿利斯夫人拥有循环的记忆,对城堡内那些异常说不定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,可他依旧在每次循环的开始和普阿利斯夫人偷情,绝不让人对他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。 换作是我,弄清楚普阿利斯夫人做过哪些事情后,面对他别说上床了,连欲望都不可能产生。 卢米安越想越觉得本堂神符可怕,而这和普阿利斯夫人的恐怖截然不同。 他随即产生了一些疑问,保留着记忆的本堂神符,为什么不再一开始就献击那三只羊,获得对应的恩赐,将整个科尔渡村牢牢控制住,在第一天就把第十二页的仪式完成? 这能杜绝所有的意外。 他究竟在等待什么,每次都是快四旬节才举行献祭仪式。 那个仪式有优期和实践的要求。 四旬节庆典是第十二页仪式的组成部分,所以,等到四旬节完成,本堂神符才有机会将后续的仪式提前。 那也可以一开始就把大家控制住,等着四旬节来临啊。 还有,三次循环里他们祈求了两次恩赐,那位隐秘存在不会觉得奇怪吗? 对,他可能有做一些事情,比如,帮本堂神符恢复记忆。 不对,如果他们的献祭仪式真正完成了,那三只羊根本就不会再次进入循环。 他们的灵,他们的非凡特性,应该都去了隐秘存在那里。 难道像雷蒙德那样,灵聚集在祭坛周围,并没有脱离循环。 那本堂神符他们,究竟是在向谁祈求,又是谁恩赐了他们力量? 卢米安刚想到这里,下身突然一阵剧痛。 他不由自主蜷缩了起来,可又被绑着他的绳索拉住,没法真正地完成动作。 腾丝,贝内收回了踢卢米安双腿之间的右脚,满意地看着这浑蛋小子额头冒出了一滴滴黄豆大的冷汗,连惨叫都发不出声音。 他蹲了下来,抬起右手,啪地给了卢米安一巴掌,爽不爽? 我问你爽不爽? 没等卢米安回答,他又甩动胳膊,反抽了右脸一下,抽得卢米安耳朵翁隆, 有种脑袋快被打飞出去的感觉。 见卢米安被彭斯,贝内狠揍雷蒙德的父亲皮埃尔。 克莱格走向这边,蹲了下来,叹了口气道,忍一忍,忍一忍就过去了。 我们的星座很快就会改变,好运马上就要来了。 这种时候要是走掉,就错过机会了。 他没在意卢米安的反应,自顾自地反复用同样的话语劝说着,安抚着。 卢米安根本没听皮埃尔。 克莱格在说什么,他看着彭斯, 背内的眼神也没有一点愤怒,就像在看空气。 他完全无视了这个人,无视了这个恶棍给自己带来的伤痛和羞辱。 他满脑子想的,只有一件事情,现在情况危险了。 莱恩,利亚和瓦伦泰在确认本堂神府,他们想做什么钱,不太可能主动去触发循环,提前让所有事情重启。 而且,他们刚刚战斗了一场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,恐怕得明天或者后天才会重新前回村子。 这样一来,今晚就没人能阻止本堂神府提前举行仪式。 啪啪啪,彭斯,背内不断地抽打着卢米安的脸庞,踹着他的下身,将之前受过的伤痛加倍还了回去。 卢米安的思绪一次次被疼痛打断,又一次次强行凝聚,不愿意浪费哪怕一秒钟的时间在彭斯。 彭斯,背内身上,这让彭斯,背内更加生气,打得更用力了。 我的特殊已经被发现,被针对不可能再有破坏一事的机会。 怎么办?怎么办? 卢米安忍受着痛苦,思索起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。 彭斯揍了他一阵,揍得自己都有些累了,停了下来,喘着气道。 要不是本堂神府不让我弄死你,我会把你的肉一块块割下来,包括下面那个。 听到这句话,卢米安一下正住,脑海里闪过了一道光,弄死我。 弄死我。 他猛地抬起脑袋,望向彭斯。 背内露出既灿烂又因疼痛而扭曲的笑容,就这点力气。 你是在用你小小的狮子刀给我抓狮子吗? 他进入了序列八挑衅者的状态,离克尔杜村最近的那个高山草场内。 覆盖着破烂盔甲的莱恩,守在入口位置,对身旁的瓦伦泰和丽雅道,感觉怎么样? 我没事了。 瓦伦泰立刻回应。 丽雅跟着说道,我的灵性也恢复得差不多了。 莱恩点了点头,散去黎明盔甲道,等我休息一下,恢复一些,我们就返回科尔杜村。 现在,丽雅有些诧异,他们才逃出科尔杜村没多久。 莱恩缓慢吐了口气道,我们必须尽快确认季姚姆,贝内那伙人为什么是今晚而不是快递十二夜的时候突袭我们。 而且,他们抓走了鲁米安和奥罗尔,却没有追杀到这里。 我的经验告诉我,这里面应该有些问题。 丽雅缓慢点了下头,可我们的状态都不算很好,毕竟已经大战了一场。 就是因为这样,纪姚姆。 贝内才想不到,我们今晚就赶回科尔杜村。 莱恩解释起自己的想法,还有,那件东西我们落在了鲁米安和奥罗尔的家里,必须尽快取回,不能被纪姚姆。 贝内他们拿走。 提到那件东西,瓦伦泰和丽雅的表情都变得严肃。 他们同意了莱恩的计划。 哈,腾丝,贝内又是一巴掌抽到了卢米安的脸上,抽得他鼻梁剧痛,两股鲜红的血液流淌往下,流至嘴边,带来又腥又咸的味道。 这下怎么样? 腾丝,贝内笑容满面地问道。 卢米安观察了下他的表情和动作,确认刚才那句话没能达到预想的效果。 他吸了吸满是血腥味的鼻子,笑着回答道,随便换个女人来,都比你打得痛。 是吗? 腾丝,贝内的表情阴沉了下来。 啪的一声,他反手抽到了卢米安嘴上,抽得他两颗牙齿挂着血水飞了出去。 依靠挑衅者带来的洞察能力和原本的恶作剧经验, 卢米安敏锐地察觉到彭斯,贝内的反应异于刚才。 对克尔杜村各种绯闻和留言非常了解的他,隐约想到了点什么,微笑开口道,你好像没有情妇。 他嘴巴被抽得高高肿起,牙齿又少了两颗,说话竟有点含糊。 听到情妇这单词,彭斯,贝内表情微变,一脚就踹向了卢米安的胯肩。 卢米安痛得差点晕厥过去,好几秒都说不出话来。 他强行挤出了笑容,哈哈说道,而本堂神府的情妇满村都是。 你是不是不行啊? 彭斯,贝内的表情瞬间变得极为阴沉。 卢米安知道自己猜对了,他忍着痛苦,让眼眸悄然变得忧深了一点。 他刚才一直没敢使用挑衅能力,害怕用得太过频繁,被人发现不对,现在是时候了。 卢米安随即大笑出声,你老婆是不是也被本堂神府睡过?你的孩子是不是都是他的? 腾丝,贝内的双眼一下赤红。 他猛地伸出双手,掐住了卢米安的脖子,用尽全身力气般低声喊道,你怎么不去死? 卢米安听到自己脖子发出了咔嚓的声音,感觉到呼吸开始变得困难。 他却没有一点害怕,反倒勾勒起嘴角,平静地等着那极致的痛苦和最终的死亡来临。 他竭力激怒彭斯,贝内就是想让他杀死自己。 一旦他死亡,循环就会被触动,一切将立刻重启,所有的事情都会回到开头,还有挽救的余地。 卢米安不仅想过,教唆瓦伦泰自杀以验证循环的本质,也考虑过情况紧急时拿自己的命去填。 比起现在的局面,这有什么好怕的? 他望着表情争宁到了极致的彭斯。 贝内,辫子的嘴唇吸动了两下,仿佛在说请快点杀了我。 贝内,辫子的嘴唇吸动了两下,仿佛在说请快点杀了我。